年过50补叶酸可降低心血管、肝病风险,能每天吃吗? 医生讲清楚,医学讲座中一位年过五旬的听众问道,这是真的吗? 这个问题引发了厂下一阵低声讨论,众所周知,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血管疾病和肝脏问题变得越来越常见,让许多人感到担忧。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深入了解液酸这种看似普通,却藏着无限可能的维生素。 1. 液酸 液酸也称为维生素B9是水溶性维生素的一种,广泛存在于绿叶蔬菜、水果和豆类中。 它在人体内扮演着多种重要角色,包括帮助细胞分裂和生长,以及制造DNA和其他遗传材料。 1. 因其在预防贫穴和支持正常的胚胎发育中的作用而被广泛研究和讨论。 然而,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功能,液酸对成年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健康同样重要。 2. 液酸与心血管、肝病风险。 3. 随助年龄的增长,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自然增加。 而肝病也常见于中老年人群。 研究表明,液酸摄入不足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 液酸通过降低血液中的同型半光氨酸HiC水平,一个与心血管疾病和脑促中密切相关的氨基酸,来减少这些风险。 柳叶刀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适量补充液酸能显著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脑促中风险。 肝脏健康方面,液酸同样发挥重要作用。 最近的研究发现,低碳饮食通过增加肠道中的液酸合成菌群,如链球菌数量,不仅有助于降低肝脏中的脂肪合成,而且还能加速脂肪酸的氧化分解。 从而显著减少肝脏脂肪含量,两周可降低高达43.8%。 此外,液酸通过降低血液中的同型半光氨酸水平,有效减轻对肝脏表面结构的破坏,预防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展,从而降低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 三,适宜补充液酸的人群。 液酸补充不仅仅是孕妇的专利,尤其对于年过五旬的成年人来说,由于年龄的增长,身体对各种养养素的需求和吸收能力也会发生变化。 这个年龄段的人群,生理功能逐渐退化,特别是心血管和肝脏健康问题频发,因此补充液酸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中老年人,那些有心血管疾病史,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肥胖等慢性疾病的人群,亦是液酸补充的重点对象。 此外,日常饮食结构单一或是素食主义者也应考虑补充液酸,因为他们可能无法从日常饮食中获取足够的液酸。 研究表明,适量补充液酸可以帮助这些人群改善整体健康状态,减少疾病发生的风险。 例如,液酸补充能够降低同型半光氨酸Hi-C的浓度。 这种氨基酸过高与心血管疾病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UFOD有很大关联,而降低Hi-C浓度能有效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 四,液酸的补充方法和剂量。 对于液酸的补充,主要有两种方式,食物来源和补充剂。 食物中富含液酸的包括深绿色叶菜、豆类、坚果和柑橘类水果等,建议通过均衡饮食来满足日常所需。 但当无法通过饮食摄入足够液酸时,补充剂则是一个有效的选择。 成年人建议的每日液酸摄入量为400至800微克,而对于心血管或肝病患者,可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增加剂量。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无限制补充液酸。 超量补充液酸可能导致身体出现不良反应,如失眠、皮肤反应等,且可能掩盖维生素B12缺乏的症状。 因此,关于液酸的补充剂量和方式,应根据个人健康状况在医疗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在补充液酸的过程中,还需注意液酸的生物利用率问题。 例如,某些药物如抗癫痫药物可能会影响液酸的吸收和代谢。 因此,在使用这些药物的同时补充液酸时,可能需要调整剂量以达到预期的健康效果。 通过合理补充液酸,可以有效地支持身体健康,预防各种与年龄相关的疾病,特别是心血管疾病和肝脏病变。 5. 液酸补充的注意事项 在考虑补充液酸时,有几个关键的注意事项需要被特别重视。 首要的是,补充液酸虽然带来了诸多益处,但并非无需顾虑。 例如,补充过量的液酸可能会导致身体功能稳烂,如神经系统可能受到影响,表现为失眠、兴奋甚至抑郁等症状。 此外,液酸的过量摄入还可能,掩盖维生素B12缺乏的症状。 维生素B12缺乏是一种严重的营养不良状态,可导致永久性的神经损伤。 特定人群在补充液酸前应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这包括有慢性疾病如肠胃道疾病的患者。 他们的液酸吸收可能受到影响,需要调整剂量。 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尤其是患有癫痫的个体。 由于某些抗癫痫药物可能与液酸的代谢互相影响,补充液酸时需要特别注意药物的相互作用。 此外,尽管液酸补充剂普遍安全,但过敏反应也不可忽视。 在极少数情况下,个别人可能对液酸补充剂中的非活性成分,如填充剂或注射剂,表现出过敏反应。 这要求消费者在选择液酸补充剂时,应详细阅读产品标签,必要时咨询药师或医师。 六,科学补充健康相随。 液酸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素,在维护和促进心血管健康及肝脏健康方面具有显著效果。 针对特定人群,如年过五旬者即存在慢性疾病的患者,液酸的科学补充更显得尤为重要。 补充液酸可以通过日常饮食的调整以及合理使用补充剂来实现,但必须在医疗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以确保安全和效果。 通过适当的生活方式调整和科学的液酸补充,不仅可以帮助降低相关疾病的风险,还能支持整体健康。 然而,重要的是要了解和遵循液酸补充的正确方法和剂量,注意监测身体的反应,以确保取得最佳的健康效果。 在这个过程中,医生和营养师的指导是不可或缺的。 尽管液酸的好处众多,我们应避免盲目补充,而是应依据个人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液酸这一强大的营养工具,以科学的方式养生,确保健康。 您的花生产生务员下了1,2,3,2,3,2,5,8,4,4,4,5,3,4,4,5,9,4,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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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4,1,7,4,1,5,1,5,7,4,1,6,2,4,0,5,1,7,5,1,5,1,7,5,1,1,5,7,5,1,6,5,2,0,3,5,3,1,6,1,3,2,1,2,1,5,1,5,0.